AI伺服器成為近期市場的焦點 GB200也即將出貨 那你有買AI伺服器的個股嗎? 1-有 我在老AI伺服器上漲的時候就已經先布局了 2-沒有 我在次族群上漲的時候才開始準備進場 3-你 我今天想要知道這些黑馬股 有哪些我會開始買AI伺服器概念股? 大家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喔! 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我是主持人慶恩 我們今天邀請到高碩亨分析師,老師你好 慶恩你好,我是高碩亨分析師大亨 GB200即將出貨,那AI伺服器它是再度成為美光燈 那老師你覺得有哪幾檔黑馬股可以推薦的呢? 我今天就會特別告訴大家到底有哪幾檔黑馬股可以推薦 尤其是這AI伺服器很多的個股市都已經上漲了一段 那我們今天特別會告訴大家 還有什麼百元以下的隱藏AI伺服器黑馬股告訴大家喔!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看AI伺服器有一個最大的重點 就是GPU嘛,它就是做語言訓練的部分 所有的AI訓練都是透過GPU 大家會問說原本不是大家都在談CPU嗎? 從後來做GPU了 其實GPU跟CPU的差別其實非常大 那GPU是做一個邏輯運算 它可能就是一個電腦的心臟 但是GPU是哪一座繪圖的? 它做的是一個邏輯運算 不是邏輯運算 CPU是邏輯運算 GPU是平行運算 畫面嗎? 它有點像是畫面 但是它會用平行運算 也就是它同時間算同一個公式 然後同時去算出來 它跟GPU不一樣 GPU是一個A然後B然後Z這樣子 接下去運算 所以它們功能是比較不一樣的 這也是為什麼GPU可以做語言訓練的原因 它就是可能要同樣的東西一直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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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灌輸給它嘛 有點像是填鴨式教育那種感覺 那最近是不是AMD也發佈了它最新的AI加速晶片 那AMD發佈最新的AI加速晶片 就是從MI325開始 那它也預計說在2025年下半年會推出MI350 2026年會推出MI400 那它也說了就是在明年的時候會開始投入亞利桑那廠 它會把AI的晶片交給亞利桑那廠去製作 那現在它也對決了輝達產品 那其實輝達有說他們在第二季的時候就有推出他們的H200 然後到第四季的時候要出貨GP200 明年的時候會有GP300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 輝達的推出速度真的是快AMD非常多 所以其實AMD真的有點稍微落後的感覺 但是AMD其實它有它的強項就是CPU嘛 其實AMD除了GPU之外它其實有推出伺服器的CPU 它伺服器的CPU只有兩家大牆 一個AMD一個叫做Intel 那Intel其實近期就是風波不斷 所以也是造成AMD其實一直在蠶食Intel市場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AMD AMD其實很強 它就是有整合在一起的能力 沒錯 對那你看第四季 微軟也開始提升了輝達GP200的訂單 那也就表示說 其實連大廠都開始一直在追加追加追加訂單 也就表示AI伺服器近期真的是供不應求 所以也就是AMD 為什麼大家會說AMD這樣追不上怎麼辦 可是大家為什麼還是會非常看好AMD 因為輝達的買不到 那我還不如買AMD 對所以其實非常大的市場 造成AMD就算推出了需求還是非常多 供給還是不足的情況下 AMD不管怎麼樣它還是可以遲到市場的 好那你看現在目前買GP200的市場目的到底有哪些 第一個是微軟的嘛 它是Agile的 它的服務也是40%的市佔率 那第二個AWS是亞馬遜的 亞馬遜大概是有26% Google的話大概10% 所以是你看 就是這幾家大廠 他們都一直不斷的在買AI伺服器 所以才造成說GP200非常難買 非常的供給不足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接下來看AI伺服器的代工商 有哪些 對這幾家大廠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他們的年增率其實真的都很漂亮 也就表示說AI伺服器其實需求真的很足 那可是因為這些9月營收出來之後 大家就看到這些股價已經 漲了一個大部段上去 像廣達、鴻海有沒有 鴻海又再度來到200 然後大家就說搞不好它有機會再往上 因為它最近又要發出一個什麼 要穿科鑽債 它的轉換價格在300塊 就表示說 它鴻海可能自己都看好自己的股價 有可能 能往300供需才會再發一個300塊的隔壇 所以非常好的AI伺服器的盛況 也是造成了大家會一直不斷問說 到底有沒有什麼新的商機 有沒有什麼低價的好股可以借 那我今天特別告訴大家 為什麼可以告訴大家 為什麼有什麼好股票可以借 就是在於說 其實除了AI伺服器 老AI除了晶片製造 代工之外 講到了ABF 講到散熱 講到電源 講到極熱 它真的太多面向了 那這麼多面向之際 ABF宰版我今天要特別去提到 因為 是 我們有一個PCB展要登場了 沒錯 對在這週三到這週五 那它這個PCB展登場也會看到有些廠商他們會推出一些 工AI用的PCB版或是HDI載版 那這些載版的部分其實在AI非常重要 像你看我們平常買筆電或是買一些電腦 它可能下面就有一個大板子 那就是載版 那那個大板子就是要讓你連接不同的可能CPU GPU 晶片之類的 所以如果沒有那個大板子做連接 你可能根本沒有辦法去做使用 所以PCB在不管是AI領域 在電腦領域都很重要 所以不管是電子設備其實都會用到PCB 那其實我也要跟大家講說 有切入到AI的PCB才會是受惠的 那我今天有特別給大家立一個新的表格 今天新的表格就是有這些 那當然也有一些AI伺服器的代工廠也是低價的 像是鷹業達成的 他們可能都是相較於廣達相較於偽創 可能股價就比較低 那另外一個像是台波 它有切入到玻璃桃子基板 那最近討論度比較高的就是銅箔基板 銅箔基板像是什麼聯帽金居 那像是台光電可能股價比較高 就沒有列上去 銅箔基板其實也是PCB的一環 那再來另外一個AI伺服器的PCB 兩大一個叫做華通就叫漢語博 那漢語博自己也有切入AIPC的伺服器宅板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這些股票其實他們都有很好的基本面 以及很好的一些切入的題材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最後我再特別提到星塔跟紅准 那這兩個就是IC設計跟機殼的伺服器 那大家可能看到這兩檔股票 可以去想一下 為什麼這兩檔會有他們切入AI的地方 因為機殼嘛 研究一下這樣 研究一下 稍微買個伏筆 那我們可能在最後節目也會告訴大家 沒錯 我們可能詳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節目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喜歡今天的表格的話 你可以去哪裡搜尋 老師的Light at 這邊可以掃描 也可以加入小老鼠968BYUVD 那別忘了訂閱老師的高手亮牌 我們謝謝高手老師的分析 那你覺得是一二三是哪一個呢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哦 財經集團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理財好康大放送 許江振博士超強選股邏輯 全部都收入在里州標股日報裡 限時免費索取立即撥打 027751393 027725 1393